实锤,美参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支持强化中华民国军力,美国联邦参议院院会通过2019年国防授权法支持强化中华民国的国防防卫能力,扩大联合训练,军售及高阶层级的军事交流国会议间也建议美国国防部应推动美台军演。 在众议院于7月26日,以359票对54票表决过关后,参议院今天也以87票对10票通过国防授权法法案已经送交白宫。 总统川普签署后就将正式生效法案第1257条,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应与台湾相关部门协商针对台湾军队特别是后备军力进行全面评估并提出建议。 以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条文也要求美国国防部长与国务倾斜商后,必须在法案颁布一年内,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总体评估报告美方评估与建议,以及美国的计划,包括扩大美台高阶军事交流与联合军事训练,并且支持美国对台军售与其他军备转移。 特别是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第1258条的国会意见指出,美国国防部长应当推动加强与台湾的安全交流政策,包括与台湾进行实地训练与军演的机会,并基于台湾旅行法,促进美台高阶国防官员与一般官员交流。 同时也指示美台应当扩大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合作条文并建议,美国国防部长应考虑支持美国医疗船前往台湾访问,作为年度太平洋伙伴。 Pacific Partnership 任务的一部分,已改善救灾计划与准备工作,强化美台间合作,在涉及中国方面法案基于国安理由,限制美国政府对中心通讯和华为技术合约,并加强对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授权CFIUS负责审查外国投资建议,以评量,是否对美国国安造成影响。 法案也禁止美国国防部长邀请中共参加环太平洋军演,IMPAC除非美国国防部长能向美国国会军委会证实中共已经停止,在南海建造岛礁。 以及将南海军事化。